哈喽,欢迎来到伟中生活旅行家频道 这次的影片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9月份 日本会出哪些一番赏呢 在这部影片都会告诉大家哦 那我会挑我两个我比较喜欢的一番赏 再一一介绍里面内容物有哪些 如果喜欢这个主题呢 就帮我在影片的下方帮我按个赞 那别忘了再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你们的订阅就是给我们的鼓励哦 那就开始介绍吧 Let's go 首先登场的是 剧场版美少女战士永恒的派对一番赏 小薇我啊,个人是还蛮喜欢美少女战士的 可是这次的一番赏呢 因为对我来说比较平平普通 但是我只会选择压克力力牌 这两种形式我都还蛮喜欢的 除了压克力牌啊 其他赏我也用影片大概介绍给大家看哦 美少女战士发行的时间啊 是在日本的9月8号哦 第二个是 原定是4月份开抽 还研制到9月份开抽的 最新剧场版蜡笔小新 激战 涂鸦王国和四位勇士 主要A赏啊是一对娃娃 那B赏啊也是一个小白娃娃哦 那喜欢的朋友们 大家别忘了去抽哦 那他发行的时间是在9月11号 第三个是鬼涅之刃三 即上一次的二代啊 本人啊运气不错 有抽到贪自然公仔一只 那这一次呢 有出的ABC赏也都是公仔 所以说CP值很高哦 详细的各场介绍 会在影片的后半段告诉大家哦 本次的发行时间是在9月12号 第四个是我的英雄学院 I READY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本次一番赏发行的时间是9月12号哦 第五个是月哥 乃之Kids Collaboration 一番赏 本次发行是9月19号哦 第六个一番赏是神奇宝贝 Mimikius古董和茶 本次的神奇宝贝啊 小微和个人我还蛮喜欢的 所以我也会在影片的后半段详细介绍各赏哦 他发行的时间啊 是在日本的9月19号哦 第七个是机动战士 钢弹高达模型40周年版哦 那本次的一番赏的钢弹模型很多哦 让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去开抽哦 那发行的时间是在日本的9月23号 第八个是为了进度假面骑士10周年 所发行的一番赏 喜欢的朋友们啊 别忘了在9月25号去抽哦 第九个是海贼王的寻宝之旅 那本次的海贼王啊 他A到F全部都是公仔 那我放一下影片告诉大家 公仔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哦 那请大家慢慢欣赏吧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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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